印度政府计划耗资90亿美元 在尼科巴群岛打造印度版香港 但该计划遭到了全球39名学者的警告 学者们称 印度政府的计划 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少母班人 将是一份死刑判决 据英国卫报7日报道 资料显示 尼科巴群岛是印度的海外属地 与安达曼群岛十度海峡 共同组成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由于恶守马六甲海峡西出口 从上世纪末开始 印度开始高度重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在其军事外交战略中的作用 为了开发尼科巴群岛 印度近年提出了一项 计划耗资90亿美元的港口建设计划 准备在当地建设国际航运码头 机场 发电厂 军事基地和工业园区等设施 还计划发展旅游业 按照印政府的设想 目前拥有8000名居民的尼科巴群岛 最终将发展成印度版香港 在7日发表的一封 至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木的公开信中 39位来自亚洲 欧洲和美国的学者 公开警告称 若印度政府的项目继续 哪怕只进行一部分 也将是对生活在当地的 少母班人的死刑判决 这相当于犯下种族灭绝罪 作为尼科巴群岛的原住民群体之一 少母班人生活在大尼科巴岛的雨林中 据卫报报道 大尼科巴岛面积约为900平方公里 是尼科巴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 学者们警告称 少母班人很少与外界接触 一旦接触 可能会让他们死于外界带来的疾病 在印政府的开发计划中 几乎没提及对当地原住民的安置问题 只是简单称原住民如有需要 可以重新安置 除了对原住民的负面影响外 环保人士也表达了开发计划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影响的担忧 卫报称 虽然遭到了外界的反对 但预计印度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正式批准该项目 其中 大尼科巴岛上加拉西亚湾的港口建设 可能在2024年年底前开始 印度政府已经批准为此在岛上砍伐85万个树 峰 比如楼 含 救命 宣伤